Matebook Air 一直以來被人定位都是輕便的文書機 不過隨著近年生成式AI的崛起 大家對於文書機的要求越來越高 除了要流暢地用到文字AI去提高效率之餘 最好還可以安裝圖 而換上N3的Macbook Air 是第三代的Silicon架構晶片 究竟又介不介意得到這個文書機的生生態呢 我們今次主要會用它來實施各種AI工具 看看它的效能表現是怎樣 如果不想錯過最新的科技資訊 就記得Subscribe我們NY的YouTube Channel 和按下通知鐘仔 今代M3 MacBook Air 跟上一代的外觀可以說是完全一樣 四個顏色都跟回M2 MacBook Air 不過官方就說它們轉用了新的塗層 採用楊極密封技術 可以大大減少手指紋 的確在比較之下 M2 MacBook Air 的指紋 和油漬都會明顯一些 雖然新的Macbook Air 都未可以完全做到不黏手指紋 不過觀感上已經好看了很多 另外今代可以在合上Macbook Air 支援最多兩個外置屏幕 WiFi錄快了兩倍 而說到今代最大的升級 就當然是換上了Apple M3 晶片 它比起M1的Macbook Air快了60% 也有更快更有效率的神經網絡引擎 官方就說這一點對於RUN AI Tools 來講效果會非常明顯 我們今次實試的會是13吋 配備8核心CPU 10核心GPU 16GB統一記憶體 和512GB SSD儲存空間的M3 MacBook Air 官方售價大概是港幣12000 上面都有提到 現在越來越多人會利用 AI工具去提升效率 M3 MacBook Air 大部分都可以 處理得很出色 例如學生、文書工作者 可以用Microsoft Co-Pilot 去生成一些Present用的PowerPoint 或者圖表 一些寫創意文案的人 可以利用CheckGPT給一些創作靈感 甚至可以幫他們起起First Draft 而Influencer或者Social Media小編 可以用Photoshop生成 修改各式各樣的相片 創意空間無限的大 隨著AI越來越幫到人手 人類可以更快更方便地完成工作 不過為了更加準確地試到這部新機的表現 我們盡量都會選一些不用連網的AI工具 換而知 所有的運算都會是根據機本身的效能 而不依靠雲端的能力 先試試用它來Gentle 我就試過用其中一款最受歡迎的Gentle工具 Stable Diffusion去Gentle 要知道平時想用Intel或者AMD的PC 去行得好Stable Diffusion 必須要有Extra的Display Chip 和足夠的散熱才會做到 那部機自然不會太輕薄 所以我們就用MacBook Air去做Testing 其實是挑戰它極限 我們分了三級去試一下它Rental的能力 叫它將一張1024x1024的圖 將採樣步數設定為20 大概就用了2分25秒左右 而將採樣步數設定多一些 去到50 大概就用了6分25秒左右 而最後就再將難度升級 將採樣步數設定為80 同樣都是將一張1024x1024的圖 它就要用10分25秒左右 以實試結果來看 它Rental Stable Diffusion的速度不算很快 但它的優勢除了在輕薄之下 都可以做到AI運算 和複雜3D圖像的處理 還要省電和不過熱 這個亦都是Silicon晶片強大的地方 比起一些Intel同樣主打輕薄的文書機 在用途上和效能上都大幅超前 基本上可以說是完全淘汰了這一類的產品 而一些相對輕鬆的AI修圖類工具 例如Numana Neo裏面的Super Sharp AI功能 它主要是針對模糊或者沒有對好焦的照片 去進行銳化處理 在實試之下 大約每張照片就需要等10秒左右 而影片工作方面 我們就試過將一條2分半的片 upscale上去4K 這個工作對於電腦硬件上有很高的要求 平時我們都只會用裝了高階顯示卡的電腦去做這個工作 結果N3 MacBook Air用了37分鐘完成 如果想好像用ChatGPT這樣聊天 問一下它問題 翻譯文本等等 用N3 MacBook Air都可以做到 我就試過在FreeChat那裡問一下它什麼是AI 又叫它試一下簡單地解釋給我聽 這些其實它都可以做得到 問完問題 大概要等5至10秒左右它就會回答你 但如果叫它翻譯 無論是叫它翻譯自己的答案 還是給一段字它翻譯 reaction time 就會長一點 平均就需要15秒以上 試用Mag Whisper去轉譯一條5分鐘的Audio 大概只需要7至8秒左右就完成 有時候想開會那時即刻轉譯會議幾落都很快很方便 實試完各種AI 它絕對比我想像中做得更加多AI工作 尤其是多採樣步數的Stable Diffusion Gentle 對於硬件有極高的需求 它都一樣做得到 不過如果你本身是有用開這一類的生成工具 可能就會質疑它的速度 但不要忘記它是一部MacBook Air 主打的其實是便攜性 重度使用者本身可能都會傾向選擇MacBook Pro 甚至是Mac Studio 所以MacBook Air可以做得完這一類的工作 其實就是為了給輕度用家 文字AI為主的人 或者從來都沒有碰過AI的用家去多一個選擇 說完AI 就實試一些平時我們都會試的東西 我們先用距離子片 用Final Cut Pro RAM一條4K30的Sequence 搭了四層Layer 總片長大概是11分30秒 用Code H264 RAM出來大概是1分44秒 速度可以說是非常之快 就算不計RAM片 剪金片的時候 即時看回Playback都完全沒有擅長過機 而之前我們都有實試過用M3 Max MacBook Pro 去玩不同類型的遊戲 當時無論是流暢度 還是畫面的細膩度都令人滿意 究竟用低階小小的M3晶片 又能不能打到機呢 我們今次用它來試玩Deaf Trending的Director's Cut版本 如果是較效能為主的Setting 基本上玩樂都算流暢 平均FPS可以穩定維持在30秒至40秒左右 對於一部MacBook Air來說 真是頗不錯 但如果好著重畫面 想將它調校到最高畫質的Setting FPS大概會在10至13左右 可能就未必很適合 而值得一提的是 這一部是第一部支援硬件光追的MacBook Air 所以它的流暢度表現比起上代好很多 除了打機之外 不少人都會喜歡用MacBook Air來看戲播劇 今代M3 MacBook Air 和上代13吋的M2 MacBook Air一樣 都是採用13.6吋Liquid Retina的顯示器 支援10億種顏色 而聲音方面 亦都是支援Dolby Atmos和Space Audio 看戲的時候聲話體驗都會頗不錯 立即讓大家感受一下 MacBook Air的電量一向都是核電級 水哥自己其實都是MacBook Air的用家 他就說試過斷斷續續 用來做一些輕鬆的Task 基本上一個星期都可以不用充電 就算一日用三個小時左右 都可以熬到三天 而今代M3 MacBook Air都一樣 我們就試過連續播放20分鐘 只是用了2%電 作為超輕便的文書機 新的MacBook Air效能其實非常強大 除了基本的文書工作 大部份的AI工作都可以完成到 滿足到九成香港Office工種的需求 例如是Marketing Copywriting這一類可以用文字AI 大大加快工作效力的工種 如果換上這部新機 還可以用圖像AI更精準地傳遞信息給客戶 對於你來說絕對是個Bonus 除此之外 我都會推介給仍在用Intel MacBook Air的用家入手 始終Silicon晶片都來到第三代 本身支援MacOS的AI 很多時都只有M系晶片機才會用到 而且將來會有越來越多Apps 不再支援Intel機 對於習慣Apple生態的用家 這個是跟上時代的好機會 換生活 樂科技 銀華-K